话语时期 他的一生 完美了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欢迎你们收听 克雷斯 欧亚 克罗姆牧师的 美瑞灵兄 话语的时机 今天是12月11日 星期一 今天的主题是 神性的奥秘 让我们来看看 提摩泰前书 三章十六节 扩大经典版之一 我们所承认的 敬虔的 隐秘真理 神秘的 奥秘 是伟大 重要 和有分量的 他 神 成了肉身 在 生灵里 被称义 且变白 被天使看见 传道于万民 被世人信服 并在荣耀中被接走 有些人 因为对圣经缺乏正确的理解 从而对耶稣的身心 感到困惑 圣经对此 毫不含糊 即使是我们刚刚 在主题经文中 读到的那一部分 也没有人会怀疑 被称为神的那一位 就是耶稣 有人问 如果 耶稣是神 他 怎么能像 以佛所书 一章 十九 至二十节中 所说的那样 让自己 在天上 坐在自己的右边呢 首先 你必须理解 神非凡的本性 他 能够以不同的方式 彰显自己 这是 他本性的奥秘 圣经向我们揭示了 三位一体的神性 圣父 圣子 和圣灵 一位神 但在三个不同的位格上彰显 我们 永远不会在天堂里 看到三位神 或者看到三个宝座 圣父 坐在其中一个宝座上 圣子 坐在另一个宝座上 圣灵 坐在第三个宝座上 不会的 只有耶稣 因为神性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 有体地居住在他里面 哥罗西书 二章 九节 哥罗西书 一章 十九节说 因为 父 喜悦一切的丰盛 都住在他里面 回想 耶稣的敬礼 当他 从水中出来时 天开了 圣灵 降临在耶稣身上 同时 有声音从天上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马太福音 三章 十七节 这是三位一体 多么非凡的彰显 圣子在水中受尽 立刻被圣灵充满 圣父从天上说话 天使们 第一次看到全能的神 以肉身显现是耶稣在伯利恒降身的时候 圣经说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约翰福音 一章 十四节 神 成为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然而 他的同在和他的声音 还会从天上发出来 太奇妙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宣告吧 我敬拜主耶稣 因为在他里面居住着 神性丰盛的完美 能力和属性 主啊 你是神性完整的化身 是看不见的神 是看不见的神的外在表现或形象 你是永恒的王 有恩典 慈爱 良善 我 全心全意地爱你 送赞归于你的名 直到永远 今天的参考经文如 约翰福音 五章 七节 哥罗西书 二章 九节 哥罗西书 一章 十九节 AMPC Hallelujah 赞美主 这本每日灵修 话语的实际 现在已经有8123种语言译本 荣耀归于神 如果你有兴趣与我们合作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 将福音传到地级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 与我们联系吧 tnimsia at gmail.com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 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 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 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 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 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他 并他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Hallelujah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神荣耀的同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与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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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次听完